侯春刚主动进攻 高边腿 刚刚我们看到了侯春刚一个膝盖是跪在了前台上 场上才外进攻,强制性的读秒 这样他达十四两分 又是一轮中起来进攻 注意力也在分散 张磊也正是在这个机会 抓住了这一瞬间 高边腿 刚刚的第四回合对于张磊来说 表现的确实是踩出车 这回合他抢了很多的分数 在这种比赛的过程当中 尽管一次次的顶住了对方的进攻 在比赛当中张磊还是占据了一个绝对的优势 这也会让侯春刚在比赛当中他的这种精神慢慢的在消磨 看来张磊打得很放松 刚刚看到侯春刚的这支高边腿做的也是不够完整 没有能够将力量完全的发出来 可能还是不敢大胆地去做动作 快给对方留住漏洞 往往越是有这种心理的障碍 往往动作呢 出出来更有难以有效果 今天这场比赛 张磊打得太棒 这应该是看到了第一场比赛 他们的一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唐欣 败给了对方的王伟 现在他也是憋着一口气 要将这个总体分搬回来 张磊还是气势咄咄逼人 又是一个漂亮的摘法 一个夹壁摔 应该说技术啊 优势非常的明显 这跟洪春刚体力下降也有关系 洪春刚现在分数落后的比较多 因此呢 现在的这段时间 他也是采用了一些比较消极的摟抱战术 上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攻 一直采用攻势打法 给对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对 而且在比赛当中呢 他的体能也确实非常好 我们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之后呢 也是感觉张磊在第一回合 就如此的猛攻猛打 会让自己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 体能上出现问题 但从现在这段时间来看呢 后面的比赛 张磊的体能也是一直非常的充分 在第五回合还能使用一个夹壁的摔法 对 这也很难得了 这是他在比赛当中啊 心态非常放松的一种体现 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 张磊表现出了一名出色运动员 所应该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 现在我宣布比赛成绩 一号裁判 红方七 黑方二十 二号裁判 红方四 黑方二十 三号裁判 红方五 黑方二十 比赛结果 黑方胜 如果在这个时候让你跟你的刚才对阵的对手说一句话的话 你会跟他说什么 希望他在以后的比赛中能够获得他理想的成绩 好